最近大家都去台東的訊息 來看這個火海鑽底 自林町農會在這如臨路邊 這農產要爭了10公斤的郊賣 這目前也真是這個郊賣會先開季 這樣好好看又可以參與路線一樣 那盡盡看喔 還可以看到這真實的消費率 那跟他看這個火海民眾 也會到自林來分享喔 一大片的火海鑽 看過去是最大的總管 在前面一集就有10家庭 親像這片5家庭的草麥田 剩下火海鑽底 看過去讓人心情放鬆不走 目前當時開火期 一大片的火海是最大的總管 我們在林町 蕎麥花在這個時候 已經是正式開花的時候 正式開花的時節 因為蕎麥在這個 製造後的土地35至40天 是開始在開火 因為這個氣候開始在變冷 花期也在這個時候提早開花 這個地方呢 最近大概有這個大面前 有將近將近15公斤 也希望我們這個觀眾朋友 如果有機會在自己時 可以帶母子 還是帶朋友 過來我們在林町 鄉電這個地方 看我們這個全台灣 唯一種植草麥花的這個區域 翁尼到了11月 入林路可以說是最大的漂亮 有一片的蕎麥花生花 讓人看到後 心情磅賞賞賞賞 今年 入林又增加了一位新景點 就是古蝦 台安宮的黃色小鴨 入林町廊花也推出了 越有興奮 我們現在入林旅行 這個大安宮 也有黃色小鴨 進駐在這個地方 這個黃色小鴨 它的體積很大 小朋友也很介意 如果大安宮 跟我們鄉電 蕎麥花田 距離大概 開拖的五分鐘的車程 來看完黃色小鴨 就可以過來我們蕎麥花田 心想到這個 11月學 白色雪茫茫的蕎麥花 然後呢 我們再過來 我們入林町農會 所經營的台灣酒餃 拼近年度 最新最新的蕎麥酒 希望觀眾朋友 如果有時間 才帶我兒子 還是像朋友 可以帶過來我們入林 走走走 故下台安宮的黃色小鴨 還有蕎麥花田 李某香 家庭也不夠10分鐘 非常適合 整間花子做花路由 會定時 新鮮的黨來台灣酒做 要吃飯吃了 這蕎麥花的花產 都會在入林町農產 在林町農會 歡迎民眾 來吃嚴重蕎麥花海 還有看這黃色小鴨 祝你宣布 小賓客 在林報道